那么目前国华航空公司呢 以及马可的国军 民航局的塔台都已经组成了搜救小组 不过由于失事的地点是在山区 目前为止飞行记录器还没有找到 因为国华航空呢也在12点钟的时候呢 截至12点钟他们表示呢 已经发现了9具焦黑的尸体 而有关其他的避难者呢 目前都还在搜寻当中 那么在这一架飞机失事之后呢 马可的北干机场呢 曾经在早上的8点半到10点钟 短暂的关场 那么目前因为天后的影响 在12点25分的时候又再度关闭 因此呢国华航空在联络所有的 罹难者家属的过程当中呢 原本是要在12点半的时候呢 以包机直升机的方式 再运所有罹难者家属 到这个罹难的失事现场 那么这个飞机到12点半到现在为止呢 都还没有办法起飞 那么在这一班的班机的 所有的旅客当中呢 旅客蔡明华和吴妙靖 那么现在他们的家属都还没有办法联络上 那么由于北干机场呢 是国内的所有机场当中 唯一的一个机场没有雷达的引导系统 因此呢在去年很巧合的是 在去年4月5号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国华航空 也是台北飞北干机场 那么同样也是同一个机型 就是多尼尔22819人坐的这个螺旋桨飞机呢 在去年4月5号呢 不幸的掉到海里 那么和今天这个事实的国华航空的飞机呢 是同一个机型 那么至于上一次事实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机长误判 因为这一个飞机呢 因为北干的机场是没有雷达系统 那么上一次呢 这个机长就误判了这个GPS的 这个全球定位系统 因此呢在倒降的时候呢 有受到了就是这个仪器所放式的雷达波的干扰 所以所以呢就 因为就误判这个系统呢 所以事实坠毁 那么至于有关于这一次事实的原因 和上一次是不是雷同 那么国华航空表示呢 他们希望能够留给民航单位来进行调查 那不过他们对于国华航空的总经理呢 表示呢 对于这一个今天发生的意外 他们表示哀悼和歉意 但是所有的责任他们不会推诿 那么在上一次国华航空就是 这个调到海里的这个飞机呢 所有罹难者是有700万的赔偿金 那么这一次的金额和原因 和所有的善后问题呢 国华航空目前并没有对外说明 那么一点钟的记者会 目前还没有开始举行 那么到等一下记者会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随时的回到现场 是的目前已经找到了酒局尸体 而下午一点钟的记者会还没有召开 不过我们随时将带您切入现场 事实上呢在马祖失事现场呢 目前后续的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由于国华航空班机是在军事管制区里头 坠毁的 因此马祖军警动员了500人以上 全力进行抢救工作 在一点钟国华航空的记者会当中呢 他们的副总经理蔡嘉庆副总经理已经证实 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坠毁的失事的飞机当中 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位生还者 生还者是离克名单上的詹小林 那么他们他目前呢意识都很清楚 但是是重伤 那么目前正要从北干医院转往南干医院进行急救 而在今天在周五十二点二十五分的时候 北干机场再度因为天后的因素呢 在已经关场了 那么因此呢两架直升包机呢 预计要就是在罹难者家属 要进行尸体辨认的罹难者的这个包机呢 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起飞 现在正在待遇的起飞当中 而这位生还者呢 是目前在这个所有十六位乘客当中呢 已经发现了十二具焦黑的尸体之后 发现了第一位生还者 生还者是詹小林 让他目前意识清楚只是重伤 而正要从北干医院转往南干医院急救当中 而有关于有关 而有关于这单飞机上面 所有乘客的最新状况 我们会随时回到现场 是刚才传出令人振奋的消息 在马祖空南线